蘇貞昌議員 今天要向大家說明 面對武漢肺炎的疫情 政府掌握的情況 以及我們防疫工作的準備 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說明 現在的執政團隊 包括我 還有陳建仁總統蘇貞昌院長 都是在 17 年前抗薩的行政團隊之中 17 年前 我們一起挺過 SARS 的風暴 17 年後的今天 我們有足夠的經驗 足夠的準備 以及足夠的信心來面對挑戰 請大家無需驚慌 維持正常生活 隨時注意政府提供的各項疫情資訊 今天早上 為了因應武漢病毒的疫情 我們召開了國安高層會議 我也在會中聽取了疫情簡報 也做出了相關的指示 目前疫情為第三級的疫情等級 已經開設中央流行疫情的指揮中心 我們整體的通報體系已經建立 相關的部會 因應小組也已經都組成 請大家放心 我們已經做好面對武漢病毒的防疫整備 我也要向大家報告 我們機場的防疫把關是非常嚴格 所以一有一事的情況 就會啟動後送的檢驗機制 目前已經檢驗了26人 而其中確診有一例 就是由武漢直飛桃園機場的這位 而他已經受到妥善的收治 目前已經退燒 其他同機可能受到影響的 乘客和機組人員 也在圍期14天的密切追蹤當中 並且加強他們的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他們有疑似發病的現象 也會立即進行隔離的整治 我也請衛福部繼續強化篩檢量能 在最等的時間內可以確認 我也請相關部會加強疫情說明和衛教的宣導 政府與各媒體平台 包括民間通用的社群軟體協調合作 做正確防疫訊息的傳遞 我要感謝現場的所有媒體朋友 你們都是我們在這次防疫裡的重要戰役 目前衛福部也已經發動整個醫療體系 規劃應變的醫院以及收治的流程 並且盤點隔離病床等醫療量能 我們也特別指示加強醫療資源 以在第一個時間 在第一線阻絕疫情 同時 政府也已經密切地掌握口罩等防疫物資存量 會示需求隨時釋出 請大家不必擔心 我們也建議自己有咳嗽的現象 或者是慢性疾病患者 或前往醫院去就醫 或者是探病的人 請佩戴一般的口罩 請大家的民眾無需恐慌 也不需要去搶購口罩 除此之外 我也要請大家保持良好的衛生習慣 常注意自己的體溫 關於大家所關心是否旅客來臺會擴大疫情的問題 我們也做出了相關因應 交通部已經將旅遊的警示提高 要求國內旅遊業者 確定所有的武漢旅遊團暫停出團 並且暫時停止武漢旅遊團來臺 這段時間剛好是我們農曆春節的期間 我要提醒國人不用驚慌 維持正常的生活 只要記得隨時掌握好 政府所提供的各項疫情的資訊 做好自主的健康管理 就可以避免疫情的危險 我也對政府團隊進行指示 對於防疫 我們要超前部署 了敵從寬 這是我們工作的原則 另外 我要特別呼籲 也就是作為國際社群的一份子 希望中國能夠善盡國際責任 讓疫情公開透明 並且與臺灣充分的共享正確的疫情資訊 這對中國人民本身也是有利的 我們也相信 政治的考量不應該超越人民的保障 最後 我要再說一次 臺灣是世界的一部分 兩千三百萬的臺灣人民 與地球上其他角落一樣 都隨時面對健康風險的危險 也隨時可能成為防治疾病傳染的前線 我要再次呼籲 WHO不應該因為政治因素排除臺灣 臺灣就在全球防疫的第一線 WHO 要有臺灣的參與空間 謝謝